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西周、東周和春秋戰國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們可以將周朝當成一條青瓜 將青瓜切開兩半 一半是西周,以周休王為終點 剩下的那段是東周 以周休王的兒子,周平王為起點 再將東周切成兩部分 前半部分是春秋 後半部分是戰國 直至到戰國時期 秦始皇的太爺不小心滅了周皇室 周朝就正式滅亡 周皇室滅了之後,戰國七雄繼續爭霸 最後秦始皇統一天下 這就是所謂西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 上集講到夏雙周 今集我們講一下春秋時代 周朝的歷史最刺激、最有賣點的 就是春秋戰國時期 我們首先簡單回顧一下西周 周武王擊敗了秦皇之後 由於無法直接接盤所有商朝的土地 所以他實行分封制 將姜域內的土地分為親友 功臣代為管理 最開始分封了七十多個諸侯 而後來再細分下去 總共分封了八百多個諸侯 這些諸侯有大有小 小的一個村就是一個諸侯國 由於當年 周也只是雙朝的一方諸侯 因為奪取了雙朝的天下 既發才成為天子 所以周皇室也很害怕 有朝一日 這些分封了的諸侯 會像他一樣奪取了天子的江山 於是周成王的叔叔周公彈 發明了所謂的周禮 亦都開始了以禮治國的先行 周禮推行吉、空、軍、賓、家、吾禮 即分別是祭祀、調宴、軍事、接代和慶典 上到國家大事 下到家庭小事 人人都要講禮數 而周禮中最重要的一條 就是要遵奉天子 奉天子為天下共主 誰不講禮數 輕則會被諸侯鄙視 重則會受到天子的討罰 所以周禮這套系統 在西周時期很有用 但到東周 就開始無那用 經過周禮王、周孫王、周休王幾代人 堅持不懈地敗家 再加上西北犬蓉之禍 周平王被迫把刀城 在古經千刀到諾邑 亦即是河南諾陽 而當時協助周天子逃走的人 就是秦國養馬的祖先 當時他們還未在諸侯 亦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他們護駕有功 而被封賞成為諸侯 周天子失去了原來的屬地 沒有了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所有食的、穿的 都要靠鄭、惠、盡 幾個諸侯來接濟 食的、用的都是靠別人 連天子都要寄人離下 還說什麼權威呢? 亦都從這個時候開始 開始了所謂禮崩樂為 鄭國是與周皇室血緣最近的親戚 但是最早出來 搞事的諸侯就是鄭國 鄭國的國軍鄭莊公 帶著軍隊收割周天子家的墨田 之後拿去賣 搶周天子的錢 從此之後 亦都沒有再去朝見 周朝天子 簡直把周天子 當成是隱形人 周援王吞不住這口氣 之後 就斑馬打算去討伐他 他帶了衛國、陳國和蔡國幾家的諸侯 親自率領聯軍 打算去鄭國踢館 來個殺雞境後 誰知 他説不到自己就是那隻雞 在公元前707年 鄭國軍隊斬馬眼 就擊敗了天子聯軍 周援王 肩膀還中了一箭 之後就沒有鞋玩劇酒 逃了回去落入 這場仗 令到天下的諸侯都明白 時代已經變了 周天子的權威名存失望 誰有本事 誰就可以做大佬 出來走 就預了要還 所以大家 都立起了三酒 準備去吃大茶飯 到了春秋時期 周天子 因為直播翻車 已經沒有熱度 而齊進楚巡吾月 這些諸侯就開始活躍起來 歷史不再屬於周天子 而是屬於各路的諸侯 也是古代的去中心化 和互聯網時代 而天下共主的寶座 也由周天子一個獨佔 變成了流動紅旗 個個都有機會做 惠盟諸侯 稱霸中原 就是當時所有諸侯 他們的人生理想 首先第一個出來走鼓滑的 就是山東的齊國 齊國的出身一點都不普通 他們的祖先 是幫周武王 看上算命的坎儒學家 姜子牙 就像今天的麥寧寧 齊國繼承了祖先的優良傳統 看問題也看得很通透 不但情相高 而且實力強 也是春秋五霸之首 齊國一直在壯大國力 一直提出尊王養兒的口號 團結天下諸侯 北上幫燕國趕走山容 南下幫鄭國逼退楚國 所有諸侯都對他拍爛手掌 齊國又有實力又有義氣 簡直是古惑仔裏面的鄭伊健 齊援公眾望所歸 成為了春秋五霸之首 也是春秋時代最有型 最英俊的霸主 當然 那些鄉鎮級別的細國 就根本不是齊援公會幫助的對象 齊援公以霸主的威名 大食窄死蟹 吞滅了周邊的 譚、水、漿這些小國 令齊國的實力進一步增強 齊國除了因為有姜子牙 是他們的祖先之外 也因為有管仲幫他們搞經濟 搞管理 一系列的改革也有顯著的成效 齊國在管仲的改造和包裝下 實力一日強過一日 也成為了超級大國 當時的齊援公作為一代霸主 可以說是春光 不是 是風光無限 但是他的晚年也十分淒慘 齊援公老了之後 他的五個兒子掛著爭地盤做坐管 天天開片互相殘殺 最後竟然將齊援公軟禁起身 最後齊援公自殺身亡 而更可憐的是 沒有人幫他收屍 直至到他的屍生換了追蟲 才被人發現 也因為這幾個兒子 齊國在齊援公死了之後 就開始慢慢衰落 後來晉國、秦國、楚國相繼崛起 而楚國本來並不屬於周朝的諸侯國 他只不過是南邊的一個巨大的部落 後來自立為王 雖然他的血統不順 但實力雄厚 他見到周朝這一塊肥豬肉相當不錯 所以就打算進來分一杯羹 而秦國的地盤 就是當年西州的黃刀 古經 當年秦國在周朝 只不過是一個養馬的小團隊 周天子被犬庸追殺的時候 秦國的養馬小團隊 一直互送他到諾邑 所以為了獎勵 他們護主有功 周天子 就將已經被犬庸侵佔了的古經 分封給秦國 叫秦國 自己把地盤打回來 打到多少 那些都是你的 秦國在那個時刻 還是一些老實人 也沒有想著爭霸天下 自己在西邊 有空耕下田 有空耕下外族 慢慢變成了西邊的霸主 還有一個國家 宋國 也來頭不細 他們是商朝皇室的後人 武王滅傷之後 他們就被分封在宋地成為一方諸侯 宋國也繼承了先祖的傳統 很擅長做生意 有錢人都在國 整個宋國很有錢 宋國的僵域不大 軍事實力也比較弱 但是他們也很有理想 也想做諸侯的霸主 但是宋國的人比較天真 他們相信齊援公跟他說的 齊援公跟他們說 只要你說人義道德 就可以清白 所以宋國的爭霸策略 就是佔領道德的制高點 要說人義 就是因為他們太說人義 所以連他們的國軍宋相公 最後都被楚國老走了做人事 最後因為老國和齊國出面 人們才放他回去 宋國地處中原交通的要地 他的四面全部都是超級大國 哪個國家打仗都會牽連到他們 在短短的86年期間 宋國竟然遭遇了四十多次大戰 可以說是春秋時期 躺在這裡都中槍的表表姐 齊國衰落之後 下一個崛起的就是晉國 晉國最初的僵域也很小 周天子只是分封了很小的地方給他們 而且還要在北方的邊境 周圍有很多外族 虎視眈眈 晉國住劏房住得太久 終於忍不住 想要買一間別墅來住 去到春秋時期 晉國就把握機會 開始擴張 開始一點一點 吞併周邊的小國 向北掃平了熔滴諸國 就在晉獻宮時期 一下子就吞滅了十七個國家 打殘了三十八個小國 號稱小國終結者 晉國的僵域也不斷擴大 成為了北方的超級大國 遼闊的僵域也是稱霸最有力的根基 在一百年間 晉文公、晉雙公、晉麗公、晉道公 先後四次成為中元霸主 所以晉國也是稱霸時間最長的諸侯 但晉國根本沒有吸收到周皇室的教訓 將自己遼闊的國土分封給興大夫 亦為晉國的滅亡埋下禍根 其實在春秋的前期 大國的諸侯在戰爭亦有相當多的規矩 當時打仗以車兵為主 駕車被稱為御 是君子陸毅之一 如果一個女人駕車 他可能就叫御者 所以當時有駕駛證 會駕車的人 都是一些有本事的人 所以打仗可以說是當時貴族的活動 這也是為何你在歷史上 會聽到好像田記賽馬 那些事情 當然田記已經是戰國時候的人 而在春秋時期 打仗的確是貴族的活動 既然是貴族的活動 就一定要講禮儀 講規矩 偷襲 迂迴 擾後 都是不給的 打仗之前 首先要開直播 跟所有人說 我準備要打誰了 要公開下戰書 還要約對方有沒有時間來打 有沒有期 在哪裡打 如果剛好 夫妻正在打勾錢 他就沒有時間去和你進國打 而去到戰場上 雙方見面之後 也不是馬上開片 首先 大家要擺好陣 輸人都不輸陣 大家站好之後 雙方的主將 就要開始發表演說 就好像吐槽大會 互相吐槽 經過一系列的辯論和比賽之後 如果有其中一方 可以講到對方究竟有什麼做得不好 為什麼會搞到今時今日要被人打 而另一方 如果聽完對方的演講之後 覺得自己理虧 覺得有道理 可能就會主動退兵 例如齊桓公在率領軍隊 和楚國大戰的時候 齊國的CEO管仲 就開始發表演說 指責楚國 自立違和 還要不交保護費給周天智 一點規矩都不懂 今時今日 竟然還有顏面 去討伐人家 楚國竟然覺得很慚愧 不單止主動退兵 而且從那天開始 就開始交保護費給周天智 春秋的前期 之所以可以這樣打仗 也只是因為當時的周朝 還有很多很小的國家 大國的諸侯 隨時都可以吞併周邊的小國 大國之間 也未去到互相搶地盤的地步 所以大家都為大家留幾分薄面 但是去到春秋的後期 小國基本上都被人滅了 剩下的諸侯 全部都有武力 又有實力 個個都不野小 所以大國狐片 就開始上演 今天可能還是諸侯 明天一睡醒 可能就已經滅了國 所以 大家也再沒有心思 去講一些禮制 規矩 而以前賽馬 辯論下的打仗方式 就開始變成 用摺燈 和機關槍 進國和楚國 打了100年的拉鋸戰 史稱進楚爭霸 長時間的拉鋸戰 楚國勝少敗多 實力也越來越弱 而在這個時候 在楚國旁邊的吾國大王 俠侶 就收了兩條很勁抽的靈 一個是五子衰 另一個是寫孫子兵法的孫母 五子衰本身就是楚國人 但是他父親和他哥哥 都被楚王堵倒了 於是乎就去了隔離 認了吾王俠侶做大佬 本來五子衰就是楚國人 所以他很清楚楚國的一舉一動 再加上孫母的孫子兵法幫助 而且進國都暗中幫助吾國 去削弱楚國的勢力 吾國最後看準了時機 出兵楚國 將楚國打到元氣大傷 從此之後一蹶不振 幾乎退出了春秋後期的爭霸 而吾國大敗了楚國之後 他隔離的越國 就走出來找他挑機 歐淺竟然不懂得死 打死了吾王俠侶 俠侶死了之後 吾王扶差繼位 扶差為了替他父親報仇 把歐淺抓回來 而春秋末年的吾月爭霸 亦都是大家 吾載賽馬 吾載賽車 改用摺凳和機關槍的時代開始 吾月兩個國家 一向都關係很緊張 就算歐淺不殺俠侶 兩個國家亦都連連徵戰 扶差為了替他父親報仇 打殘了越國 越王歐淺帶著他的殘兵 被吾王扶差圍困在潰溪山上 扶差抓了歐淺 歐淺落山投降 替父親做了三年奴隸 為了試藥 還吃了父親的糞便 在這個過程 他令父親開始信任和同情他 最後將他放回越國 除此之外 他還每日臥身嘗膽 發奮逃強 用了十年時間 壯大越國的實力 之後還用了美人計 將當時的網紅小姐姐西斯 介紹給父親 西斯 用歷史上排名前四位的顏值 將扶差搞到神魂顛倒 令到扶差不理正時 紫外美人 在公元前四七六年 歐淺就趁機會 帶著他的復仇大軍 攻破吾國的孤蘇城 將扶差圍困在孤蘇山上 扶差派使者去山下求和 因為當年扶差 放過歐淺一麻 而歐淺並沒有感恩徒 他跟自己說 遇到這樣的事情 一定不可以像扶差一樣 對敵人手軟 最後歐淺逼死了扶差 吞滅了吾國 越軍也成勝追擊 繼續北上 稱霸了中越 成為了春秋時代最後的霸主 這麼大的吾國 兩三下手勢 就被歐淺搞定了 天下的諸侯嚇到臉都青蠻 但俗語說過 一日不死都會有新聞 更加震驚的就是 聖極一時的晉國 亦都在這個時候game over 晉國的三個兄大夫 因為麻雀三缺一 就開始玩鬥地主 架空國軍 瓜分國徒 將晉國分裂成韓國 趙國 魏國 三個新的諸侯 從此之後 大國的征戰 就不像以前一樣 大家賽車賽馬 而東周的下半場 更加刺激豪華 那就是 戰國時代的開始 今集的時間 來到這裏差不多 我是陳老師 得閒無事 講一下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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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封 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